哈喽,这里是戴儿,欢迎收看我的影片 今天想分享一款主打高自由度流派构建的打宝游戏 火炬之光无限 现在游戏处于封闭测试的阶段 内建的语言有英文和简体中文 目前玩两天玩下来的游戏体验是还蛮不错的 在不提吉他士火炬之光系列许作的前提下 更多的是给我有一种带有蒸汽朋克风格 再加上POE那种组合多变的感觉 我会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游戏里面的流派 有不同的假设、技能、天赋和装备组合而成 而游戏中的技能、天赋都是全职业通用的 假设之间的区别只有英雄特性的不同 就像是POE里面的不同升华 也就是说我现在的假设除了可以放冰毛以外 还可以拿起近战武器玩旋风斩 或者是拿远程武器在后面射好射来 而且这款游戏里面还有一些POE的经典技能 像是暴击时释放、银挡时释放、受伤时释放等等 每个技能最多能够6连 也就是一个主动技能加5个辅助技能 那被动技能其实就是光环 开启的时候会保留一部分的魔力 最要注意的是技能的魔力保留分为两种 第一种会随着技能的等级提升而提高魔力的保留量 另一种则是不会跟着技能等级变动 而是固定为保留一定的%数 这款游戏还有装备制作系统 每件装备绝多三条前锤加三条后锤 像是指令属性重铸 大师附魔、保钱洗后、保护洗钱等等 这款游戏都有哦 听到这边会不会想起大人的这座小科塔呢? 还有值得一提的一点是游戏目前是在封测阶段 虽然还没有开放组队刷涂的系统 但是已经有了交易所可以让玩家用游戏内打怪获取的通货 进行装备的交易买卖 所以也不用担心自己想组一些特殊的流派 却打不到核心装备的问题 这次的分享就到这边 下一支影片会出一个新手好用的拓荒流派 喜欢的话记得赞好、分享以及订阅 这样才不会错过日后更多的精彩内容哦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阿尔 我们下次见 Bye Bye 我是さん的观看 一下子 Hmm 吃 咱们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